你在发什么呆呀 你听见我问你的话了吗 我 我不觉得平凡的人生 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呀 可是我们这份工作 需要给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 但是你们也需要 有工作经验 有热情的人呀 我们这份工作 还需要一个有学历的人 就算是你不给我这个职位 也不应该对我的人生 妄加评论哪 这谁给你灌着臭毛病啊 以攻击别人为乐 你是不是把所有 充满梦想人骂出去就高兴了 你是要看心理医生你知道吗 好 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我很明白地告诉你 我给你这份工作 因为我觉得你太可怜了 就当我是做慈善好了 让你去真实的世界看一看 就算这样 你还是愿意跟我签约对吗 即便被我羞辱了 想想月底要交的房租 想想这份工作带来的虚荣心 每天可以和这座城市里 最优秀的族群进出同一栋大楼 拿着一杯咖啡 挂着一张门卡 穿着职业套装 进进出出的 上班呢 也不用挤地铁 出差入住高档的五星级酒店 再也不用挥舞着一面廉价的小红旗 带一群只会找麻烦 挑剔 不愿多花一分钱的游客 再也不用蹲在人满为患的旅游景点旁边八亿和盒饭 所以想到这些和理想一点没有关系的便利 你还是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我说得对吗 所以别再说工作是为了理想 我个人认为 大家来工作 都是用自己优秀的专业技能 换一份配得上老板给你的薪水 你童话书看多了吧 还是你的阅读水平只停留在小学而已 你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筹板偏见的人 这就是你说的真实世界吗 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苦衷 你凭什么这么刻薄 刻薄 是你自不量力好不好 我发现你除了耍两局当导游似的嘴皮子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事业 理想只不过是你们逃避失败的一个幌子 让你能坚持下来 别啰嗦了 签还是不签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面试到此为止 你们可以走了 每一个人都让我很失望 赵总 我们前面各想考核 宁夏已经是最出色的了 而且之前不是讨论过他的学历问题吗 你已经让步了 刚才那样是不是太苛刻了 苛刻 这点打击都受不了 还怎么出来工作 人家第一天来面试 能跟你坚持这么几个回合 已经不容易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讨厌学历的 因为我觉得学校 不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 我更讨厌那种 说我没兴趣 没才能 没运气的人 那他们不会努力啊 这样的话能经得起什么挑战 而且 刚才我给过他机会了 赵总 您这样怎么招得到人了 招不到也比招一群白吃饭的好 秦浩 你个大混蛋 就是你不得让我来吧 你看我又再被人抹出去了 你抹出真假的高兴了吧 我就说嘛 我一个直高兴 我怎么跟别人比啊 真是 就是你 气死我了 你不这样被人骂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就挂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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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也不所有老门都这样的 只有他就这样的 看来老门低不下高贵的头啊 怎么 这受伤了还不让人帮忙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我 我 我瞎猜的呀 你是不是觉得你刚刚把我妈哭了 现在我要来帮你 觉得不好意思啊 不过没关系 反正呢 我也不想在你们公司应聘了 你也不是我的准老板 别觉得尴尬吧 怎么 不要啊 用我的手机发一封邮件 标准格式内容是 我们已经聘用到最满意的员工 全英文 现在 你 你 你要聘用我呀 计时开始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那个 密 密码 二零四六 还剩四分四十秒 二零四 为什么不算二零四六呢 问你这么多干吗 还不快点 好好好 还有三分钟 但 但 但这个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 我建议你先在备忘录里写好 要发的内容 对呀 我怎么就 时间到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 并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低 而是因为你太笨了 赵总 其实原来我是不想来面试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能教会我很多东西 我知道我学历不够高 但是没事啊 我可以努力啊 要不然这样吧 就是咱们前三个月的那个试游戏工资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这是高学历的人做不到的 我知道我学历低嘛 但是呢便宜有便宜的好处啊 你给我这个机会吧 那 赵总 真好看 老婆老婆快抽我一下 你抽我一下 你干嘛呀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你没做梦 我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呢 老婆你终于是我的合法妻子了 老婆 老婆 走走走 吃好吃的去 吃好吃的 走走走 三个月时间我会对你进行严格考核 就到我们打一个赌 赌注就是我们对社会的固有认识 我说你留不下来 希望你能让我改冠 我成功了 你会放进来 一会儿来办公室 领你的第一个案子 来之前请把联系干净 我为了怎么了 爸 我成功了 我都想到你委员 你很想到你 我把联系干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 戒指了 来 这样 可以了 可以了 亲一个 我给我给我给我 对对对 大伙儿大伙儿 这个你可千万别弄丢了啊 你以后得拿这个跟我换打钻剑 结婚一年的时候呢 换一个一克拉的 结婚五年的时候呢 换一个三克拉的 但结婚十年的时候 我给你换一个八点九克拉的 我给你换一个八点九克拉的 你给我给我做证明啊 我是证人啊 对啊 证人啊 为什么是八点九啊 你傻呀 不是你的生日吗 八月九号 怎么样 比买股票值吧 对 对啊 我羡慕你啊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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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看 那改那样的 对啊 那也不能白看哪 你们得 你说 怎么办 班长赔个月呗 来 三二一 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姐 二姐 志愿 你怎么来了 我 我这不想你了吗 姐 没什么事 叫你答弹情况了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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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看看你 出这么大个事 你都不关心大姐 大姐怎么样了 不哭不闹 按时睡觉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你看人家呀 都哭得昏天安地的 就她这样 她肯定还没走出来 这样下去的话 她都很难找到幸福 这么严重呢 那可不 叔叔声怎么样了 别提了 一言难尽的 我妈呀 现在弄得跟炸药包一样 不管别人说什么 她都爆炸了 我爸呢 就跟受气包一样 天天被她骂 这两天呀 没办法 天天跟李叔下向奇 不过她心态还挺好的 说什么虽然呀 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嫁给她就对了 不过叔叔这话说得没错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简直跌宕起伏 今天去面试了 还好得到了三个月的适用期 那挺好的呀 那公司怎么样了 这个老板吧 嘴特别坏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不过好像懂挺多东西的 我应该可以学得很多 你们那公司是旅行事吗 是私人旅游定制公司 那你得把握机会好好干哪 我听说呀 他们这种私人旅行事 都佩戴摄影师的 到时候你得见得见我啊 得了吧 就我们这三脚帽的功夫还找我 你说什么呢 别人不知道我水平 你还不知道吗 我那照片 不用PS 张张都是精品 都能拿到那个 法国俘虏工做展览 什么 俘虏工 卢俘工 不辞了你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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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姐 我家 你在哪儿 哦 我 我在家附近呢 别上来了 楼下等我 哦 好 好 好 姐说她马上过来找我们 我们在家门口等她吧 赶紧来啊 走 走 走 一会儿看着姐别乱说话啊 事儿不许提 虽然也不许提 你当我傻呀 你就是傻 放心吧 姐 咱 咱去哪儿啊 都到齐了 吃饭吧 日本料理 去哪儿呢 小夏 最近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姐 干嘛那么借外啊 今天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我明天就要和隋然离婚了 从今以后我跟她就彻底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们放心 我没事 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振作起来 然后忘掉所有过去的不愉快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姐 你又我这弟弟真是倒了大霉了 我自己都恨自己 不过那个隋然呀 真不是东西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它也不一定是坏事 行 行 看你 姐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为自己而活 活出精彩 我们一定会 幸福的 我们一定会 幸福的 来 姐 给你加一杯 姐 多吃点 多吃点 木鱼 我吃了 Richard 就是很新的 我去打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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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去打理你 你我去打理你 你离婚 我结婚 几天没见 你好像憔悴了不少 所以说这个女人 真的不能少了爱情的滋润 不然就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 对了 帽子告诉你了 我跟孙燃那天 我们又去婚礼现场 那个场面实在太寒酸了 我们怎么能去哪 我们商量过了决定 上你工作的兰桥国际 去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届时会有很多上流人出席 你有时间一起过来 没说完呢 芊儿 忘记告诉你了 虽然已经进有办公司了 现在受办公司总裁助理 怎么说也是有车有房 有好媳妇 你不应该恭喜我们吗 婚礼别忘了来啊 我还不知道 我还没想要 我还没想要 你怎么办 你也不应该怎么办 我还没想要 我还没想要 你这些人 有好媳妇 我还没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查询一下 本月二十三号在三号公路贵公司的一辆旅游大巴 被一辆轿车追尾 您有何贵干 我想寻找当时带队的导游 不好意思 他已经辞职了 一切行为与本公司无关 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吗 对不起 无可奉告 喂 这是什么烂公司 我是要找救敏恩人 他们却拒之门外 我得先进去了 行 那你先过去吧 行 一会儿见 喂 你 过来 过来 你抽空去一趟哈勒旅行社 哈勒旅行社 你紧张什么 和这家旅行社有渊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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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到哈勒旅行社以后 按照纸条上面的车牌 找到本月二十三号这辆车上的导游 赵总 您找他干吗呀 我要感谢他 问这么多干吗 找人就行了 问这 分手旅行 书东先生 晚上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成功地通过面试获得了新的工作 红小豆 你很厉害 好好干 你来吧 这样就想难倒我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 总之我是不会放弃的 书东先生 和你说了这么久的话 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机器人 一棵树 还是一个火烧烧的人呢 你每天都要吃掉这么多的秘密 那你的秘密 会跟谁说呢 好 就是 赵总 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不是想帮你 只是怕你砸毁了我们的饮水机 还有 我已经好了 别把我当老弱病残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怎么会有沙子呢 真的很奇怪 这个大室内的还会有沙子 有点疼 可不 我怎么会有沙子 那开心的往事不为别的 只为那份纯真的友谊 和彼此的依恋 写得好写得好 也可以有啊 先生 这个呢 是我这次的计划和安排 谢谢 谢谢 宁王虾 小声点 谢谢 小夏 抬客户来了 好好好 快去啊 好 加油 你说 他们继续多久啊 一个趾高声能坚持多久这件事情 只用我们拿来讨论 你们俩上班时间别被回应的别人 好嘞 来 陆星姐 看看我们的工作 总体修改成吧 我对你这个整体想法啊 感觉还不错 但是呢 能不能把全部的行程 压缩到一天之内呢 因为我的先生第二天要出差 行 没问题 不过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张先生不来啊 他应该听下我们这个策划案的 他工作比较忙 再说了我来你们公司策划这个分手旅行的事情 他并不知道 对了 我还有个要求就是 关于温情的方面能不能减少一些 就换成那种象征着我们的婚姻走到了终点这个项目 好吧 另外 还有 还有 找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了断了我们的过往 对了 我们曾经在一个大树下面埋过时间胶囊 我们想把它挖出来 行 陈律师 我冒昧问您个问题 听您刚才那么说 好像你们的夫妻感情还挺和谐的 那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啊 不好意思 我就随便问问 那这样吧 等我这个方案已经修改好了 我第一时间发给你们邮箱 行 那么麻烦您啊 没事 那就这样啊 对了 我听说 你们麦威公司的 在业内的知名度很高 还有听说你们的老总年轻有为 您是说赵总吧 您认识他 不不不 我不认识他 我是听朋友介绍才来的 不过确实是很很专业 谢谢您 谢谢 我很满意 好了 那就这样吧 那您慢走 好 再见啊 好 慢走 再见 真奇怪 为什么要离婚啊 你是做项目的 不是查户口的 人家离婚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不是这意思啊 我就觉得欠和不欠分嘛 这是你接的第一个案子 你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再被我抓到 打探客户隐私的这种事情 明白吗 哎呦 吓死我了 听说她在婚礼上被甩了 是真的吗 何止被甩 她老公是直接带着别的女人就跑了 好 感谢各位对我婚变事件的关心 如果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地方呢 你可以妻子来问我 同事一场的 我一定事无巨细地告诉大家 大家都到齐了吧 今天着急大家开会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爱德华珠宝公司 将于我们酒店举行一次珠宝秀 这个公司 是刚刚进入到中国来的 这次秀对于他们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对国内的销售策划不太了解 所以全权委托我们公司 对他们进行策划 我们这样 我们分成两个组 两天之内 大家把自己的策划方案 拿过来进行特标 我希望大家 要用一些新颖的思维 给爱德华品牌一个好的定位 你先 困难问题 在会上我不应该说 但是 还是希望你能够调整好心态 好好地投入到头 策划等等 当然大家以后 在公司 也不要去应认个人的问题 把注意力 还是要放在工作上 谢谢总监的关心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全力 做出一个最出色的报告 好 大话可先别说在前头 咱们两天后见分晓 好 行 既然大家信心十足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散开 好的 我们走吧 好 艾米 你去调查一下 关于近期珠宝秀展出的情况 好的 Sherry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爱德华珠宝公司 他们公司的背景 还有他们对于产品的定位 好 好 搞定 原来电脑系统还有不一样的呀 Lucy呢 她有事 先走了 好吧 那就你了 跟我走 我 是的 就是你 难道还让我等你吗 赵总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陆文部找你打听的事 那你干嘛叫我出来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听着 这边不能停车 你就开着车在附近绕圈 我办完事打电话给你 然后你过来接我 走 但我 我不会开车啊 拜托 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 你要不会开车把钥匙还给我 行 那 那交给我吧 可以可以可以 交给你了 喂 小强不进了 那快跟我走 我过得下起了 老王老王 我不下了 孙子们小强不见了 下回来 下回来 王莉啊 您这个什么意思啊 说好来石盘的 来来我盘就走人了 真是没劲 喂 你吃吃吃吃 停在这里啊 师傅 您让我停一会儿吧 我一会儿就走 你看看这个像什么样子 影响我们下棋了你懂吗 这地儿不是挺宽敞的吗 要不这样吧 我给您钱 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我就走 我差你这点钱 我有钱我跟你说 开车 马上开车 气死人了 大叔 要不我陪您下棋吧 正好你不是也没人吗 如果我要赢的话呢 我就等到老板来 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呢 就把车开走 你陪我下棋 我的棋林比你的年龄大几倍 你陪我下棋 那来一盘 真要陪我下棋 当然了 来吧 你不脑残吧 来吧 来来来 来 我倒不信了 和黄毛丫头跟我来比 那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担待 公司的发展 还需要靠各位前辈的支持 丹桥在这里感谢了 好 你赵丹桥说要出来干电视 我们能不顶一下住吗 谢谢 好 保持联系啊 好的 一定 好 拜拜 拜拜 张军 老黄啊 你怎么会瞎不过一个小姑娘啊 刚才应该别 那个马 您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 观其不予真君子 你懂吗 别老说别老说啊 好了好了别吵了 让他想想吧 别吵人好好想想啊 哎呀 这下棋呢干嘛呢这是 这下棋呢 我让你看车子 你却在这下棋 还挺会找乐子的 我 我在看着他呀 这不是完好无损吗 你是不是要接着下棋啊 不不不不不不不 稍等一下啊 各位大叔大婆们 今天特别感谢你们 但是我得先走了 要走了 我还想报一件之仇呢 但是我老板叫我赶紧回去 小姑娘 我不得不说 你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呢 愿夺服输 下回儿 咱们再大战三百回合 怎么样 行 一言为定 好 赶紧上车 没想到你还挺会下棋的 嗯 还行吧 我以前学过一些 光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哎 这个怎么能说有没有用呢 哎 这个怎么能说有没有用呢 这个是用乐趣 你现在该学的还没学会 连重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 光顾着追求乐趣 哎呀 赵总 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学无术 其实这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教我的 他那个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 所以呢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就学过一些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没有 我爸 已经过世了 嗯 嗯 抱歉 没事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不会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些 就降低对你的要求 我也没这么想 喂 志远 怎么了 什么 你们胆也太大了吧 这样吧 前后酒吧见啊 一会儿过去 赵总 我弟弟出事了 好 那我给你放在最近的地铁站 好 怎么了 难道你把我当司机 让我把你送到目的地 不不 没没没 你就前面放我 放我一下 不吗 叫把屁 要没有我 能停那么久 你臭啊 什么剧动啊 姐姐俩都来了 喝点什么 喝什么喝呀 志远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姐 这个不能只怪她 这是我们俩一起决定的 志远 啤酒 我喝啤酒 你给我老婆来杯那个热水 她怀孕了 是不是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刚刚领的证 行啊你 姐 你是干嘛开会呢 我说志远 你知道我工作多忙吗 非被我叫来干嘛呀 姐 两位姐姐都到了 今天我就隆重地宣布一下 我跟小德同志 今天正式领证了 小德 你们开玩笑的吧 没有 是真的 恭喜二位新人 你就别瞎起哄了 你看看这两天家里不炸开锅呀 我婶跟小德妈妈都不是水落灯 小夏说得对 这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了 你们不结婚 我们俩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 就算等我的孩子大了 他们也不一定同意咱俩在一块呢 小德 有没有想过 这孩子没有两家支持 怎么养啊 而且就这样把婚给结了 得罪了我婶 以后怎么进宁家呀 你为何不愚 又为何哭泣 是否那忧伤的旋律 你为何不愚 又为何不愚 又为何远离 是否有太多的忧伤 盘伤你的步履 寒冬去春又来 冬去春又来 冬去春又来 这样的时光谁也不曾经历 您无料空 with春又来 接现 请抓住我的手 别曾有雨 听着 Canvas 在无边的夜色里 静静静地抱着我 面子分离 一起看山看大海 爱我和你永相遇